另外再来看到关于阿富汗的消息 英国国防部28号宣布 最后一批军人已经顺利撤离了阿富汗 英国军方也对无法协助撤离更多的阿富汗人 表示歉意 同一时间却有英国慈善单位 包机撤离数百只的猫狗 引发外界踏法 外界怒劈 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都没有办法离开阿富汗的同时 英国竟然有慈善机构 成功将200只的猫狗带离了克布尔 一名英国退役的士兵法新 过去在阿富汗成立收容所 那么在英军最后撤离的同时 法新坚持只撤离猫狗 那么为他工作的人员 他却不愿意带走 因此受到外界很大的抗击 另外关于克布尔机场恐攻事件之后 美国扬言要报复 美国国防部证实出动无人机 击毙了两名相当活跃的 ISIS成员 那么总统拜登同时警告 接下来的24到36个小时 可能还会发生 类似的恐攻事件 那么美国在阿富汗的撤退行动 可以说是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 美国扬言会报复ISIS-K之后 马上采取行动 出动无人机击毙了两名 非常活跃的伊斯兰国成员 不过五角大厦不愿意披露被击毙者的名字 目前也不清楚这两名 ISIS分子是否直接涉及 克布尔机场的恐攻 而距离撤退的期限三十一号 已经越来越近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当地局势仍然极度危险 未来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 极可能再度发生恐怖攻击 国安单位也指出 接下来美军撤退 将经历最为惊险的时期 事实上CNN的记者 在恐怖攻击两个礼拜前 就专访了一个匿名的 ISIS指挥官 他表示他可以指挥的成员 就有六百人 目前在塔利班的队伍中低调活动 但是一直在等待机会发动攻击 没有想到一语成诚 而在各国撤退进入尾声时 首都克布尔二十七号 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响遍整个城市 后来证实是美军 发布克布尔机场外 最后一座中央情报局的基地 老鹰基地 确保其中的设备以及资料 不会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老鹰基地是一个庞大的情报中心 在过去的二十年 是牵制塔利班的主要力量之一 但是现在却必须自我了断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另外再来看到 在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机场 在二十六号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近两百名死者当中 有十三名的美军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了 这十三名殉职美军的姓名 令人惋惜的是 几乎都只有二十多岁 其中还有两个人是陆战队的女兵 其中一位叫做吉伊 她前几天才在脸书上和家人分享 她在阿富汗的工作照片 没想到成了她最后的身影 照片中呢 这个二十三岁的吉伊 抱着一名阿富汗的小婴儿 展现温柔一面 不过没有想到敬业的她 在二十六号的恐怖攻击之中 被炸死了 让亲友哀痛不舍 好 另外再来看到呢 刚刚特别提到了 自从这个科普尔机场被ISIS恐怖攻击之后 总共两百多人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目前也已经扬言要报复他们了 而其实这场恐攻 CNN曾经专访这个ISIS-K的指挥官 指挥官就说一直在等待发动恐攻的机会 是你的团队 有任何承拦 与最后的军事 是我们有任何军事 我们有多次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与其中央的关系 都在用战争 他们在关系 在库长 他们在关系 尼河 我们有很多人在军事 都在军事 你本来在军事 军事 在军事 军事 军事 这点是超越 于我 我只能给你 尤其你赛事 军事 与美国党的国家和 Taliban可能在控制, 你认为这会让你更容易展开? 是的,这在我们的計务。 在现在我们正在活动,我们转称到只要联系, 使用机会来做我们的联系。 但是当国家人和国家的世界离开, 我们可以重复我们的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